Hi 大家好 我是威士尼 这里我要为大家介绍 ASB.NET Core MVC 使用NauterCultureProvider 路由网址多国语系网站 好在MIC里面 它有提供全球化跟当地语系化 这样一个多语系支援的服务 可以让我们网站 触及到更多更广的用户 ASB.NET Core 它有提供服务跟我们的中介软体 可以将我们网站 当地语系化成为不同的语言 跟文化特性 当地语系化 应用程式它其中一样工作 也就是我们要使用程式码 把它包装成可以当地语系化 这些内容 也协助我们取代 不同文化特性的内容 网页必须依照我们使用者 它自己所选择的语系 来显示出该地区的文化特性 一般来讲我们都会搭配 Resource.resx 这样一个支援档 来存放我们的不同语系的内容 我们这边要来介绍 如何使用Nauter的方式 从路由网址来切换取得 我们的语系文化的特性的资讯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相关的范例 我们看一下在画面上面这边 我们有放置了几个 可以去切换网站的语系功能 加一个超连结 当我们切完这个超连结之后 就会把相关的语系的资讯 放在我们的上面去呈现 因为我们目前并没有去切换任何的超连结 所以可以发现我们在这边 并没有出现语系的名称 但是我们这边有出现 当没有任何语系的情况下 他要去读取我们预设的资源档 也就是这个Resource的资源档 后面是没有带任何语系的名字 所以你可以发现当取得资源档 他这边的话 就是我们相对应的这些资源档的内容 好假如说我们今天有去按了一个叫 dh.tw这个语系超连结网址的话 这时候因为我们使用是路由规则 所以在这边可以看到我们的语系 他现在要把有关于台湾繁理中文是语系 把他的内容取出来 这边的话就会出现他的语系的名称 然后还有他相关 直接把语系的相关的资源档的内容 把它取出来 时间的话 也可以发现我们这边看到的是台湾的 这样的一个时间 OK 好 假如说我们在这边 我们去按下英文的部分 这边也会切换出相关英文的语系的内容 然后这边也可以切换出日本语系的 你可以发现时间的格式也跟我们不太一样 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 OnControl的里面的A型履道中的方法里面 去操作语系 所以在这边按下去的话 我们定义在这个Content 这个A型履道中的方法 然后去产生出 以目前来讲我们带的是这个DH 然后DHTW 这个繁体中文这样的语系 那资料就会被我们切换出来 那你可以发现我们在这里面呢 Control里面一样可以存取相关的这个 语系的相关的这些设定 好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上面的这个显示资讯呢 这边的话这个是语系名称 那中间这一个部分呢 它是我们语系它会去对照 例如说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在我们的这个 HomeController 那因为这个目前是View的试页面嘛 所以我们在View4的资料夹下面其实有一个叫 这个Home资料夹 那再对照到的这个Index 然后点CSHTML 那因为它那个本身也来讲 它也是一个我们的这个页面 OK View的一个页面 所以说这个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指说目前的这个View的这个页面 那它的 设置 专属设置的这一个 Resource的这个语系 那它的一个内容 那下面这两个Sample Model的话呢 这个是我们在我们专案里面的资料模型 那里面所定义的这个Property属性 那我们在上面套用的像DisplayName 这样一个AttributeClass属性 验证属性或者是属性类别之类的 那里面我通常会在那边设定一些标题 OK 那我们可以在我们的这个View解释里面去呈现 那对于这个上面这个AttributeClass的那个DisplayName 那个其实也可以把它弄成有语系的机制 那所以它可以依照我们目前的语系呢 去载入它相对的语系的这些内容值 那我们来讲的话呢 我们这边有做了两种 一种的话就是我们这个用HTML Help 那DisplayName所产生出来的 那另外一个的话呢 就是我们使用这个HTML Take Help 那用这样的东西也可以产生出 我们的这个相关语系的这个Model里面的内容 那这边我们就做了两种给大家看 那第三种的话呢 我们是把我们的语系这些相关的这个资源的内容档呢 我们把它放到我们的Share的Resource 所以它是一个共用或共享的这个资源档 这样的档案 好 那我们在这边的话呢 一样可以来存取相关的这个部分 那因为这个为什么还要再做这个所谓的Share Resource这样的一个资源档 那这个我们等一下在程式码那边再去做比较详尽的说明 那这也让大家好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好那以上就是我们在操作这个切换多谷语系时候呢 那我们提供了这些切换的网址 还有我们呈现出来的内容的部分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相关程式码的部分 好那首先我们开启V62编辑器 那我们看到这一招操作这个Index声明档 让大家好先看一下相关的说明内容 好我们接下来看程式码的部分 那首先我们要先把我们装案所需要用到的这个NUGET套件呢 这个套件先把它装起来 好那这个套件的名称呢 给大家看一下 这它一个完整的名称 OK好那这个套件装完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 在以往我们在开发MVC5 就是那个装案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的语系档我们都是使用Resource.reSX这样的格式 那我们现在在ASB.NET Core这个平台呢 基本上它也是引用这个格式 但是它的档案结构呢 跟以往有很大的差别 那在ASB.NET Core这个平台的语系档的命名规则 它必须要与我们装案类别的这个Namespace的阶层呢 必须要相互对应 那也就是说当我们今天可以看到装案里面 我们是依照像Controller时后面对照到一个HomeController 这样一个类别 好那在我们的Model时资料夹里面呢 也会有一个SampleModel 那它里面对照的就是这一个SampleModel 表现CS这个类别的档案 那下面这个View的解释页面呢 它本身底下还有一个叫Home的资料夹 那所对照到的是一个Index.CSHTML 这样一个View的解释页面的档案 好那这样的一个阶层的结构呢 在我们的这个Resource 它的资料夹里面呢 也必须是跟这个结构是一样的 那假如说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APP ProboResource这个目录里面 展开之后呢 我们先不要看这个下面的SharedResource 这些档案 我们只要看上面的这个部分 你可以发现呢 像Ctrl-less展开之后 里面有个HomeCtrl-less 然后点R1SX 那下面这个Model-10展开以后呢 一样跟我们的Model-10的专案结构是一样的 档案结构都一样 那View-10一样展开之后 里面有个Home的资料夹 那打开之后有个Index OK 所对照到这个档案 所以你可以发现呢 我们这个里面 个别的档案的话呢 它的档案的结构 阶层结构都必须要跟我们专案是一致的 这样的话它才可以去取得我们 通过语系的切换 然后取得这个相关的资源档 我才拿得到 好那 你可以发现我们资源档里面呢 如果后面没有加这些语系名称的话 基本上它就是预设的语系 OK 就是都没有啦 应该说空白语系的 就什么都没有 我们这边也可以是一个资源档 如果你今天有其他语系的名称进来 要去做取得资源档的话呢 它就会依照我们资源档后面 所设定的这个语系名称 这个语系名称是我们自己自己打上去的 所以说你资源档产生出来之后呢 自己还要手动去把这个语系名称把它加进去 那这个语系名称就会对照到我们语系支援档那边 所切换的那个语系名称 基本上我们都是一致的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支援档里面有什么东西 假如说我们现在随便选一个 index这个打开 那里面的话呢 有它的一个名字 还有它后面所对照到这个值 那因为这个是目前空白语系档的部分 它是这样子的内容 那假如说我们今天选一个有语系的话 选一个繁体中文语系的话 那台湾的语系这个 这边你可以发现它的子呢 就是会有中文的字在这上面 那名称还是大家都一样的名字 都没有变 那如果是日文的话呢 这时候你会发现子就变日文的内容 那这个名称也是 名字都还是一样的 那英文的部分呢 子会变成英文的 那名称也是一样的 所以说这个名称大家都是固定的 因为大家是依照遵循这个名称 然后呢再依照不同的语系 去后面这个把相对的名称 然后他找到哪一个 所对应到的这语系档 然后把相关的纸把它拿出来 他的整个运作方式是这样子的 好那这个是我们这个 resource的这个部分 相信大家应该很好理解 好那另外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这个 这些语系档的结构呢 我们了解了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 我们其实就是要开始去做相关的这些 语系档这个注册的部分 好那注册服务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其实是注册在我们的这个 这个Programming CS程式档里面 好在打开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在这边有写的一些程式嘛 主要都是用来去注册 然后去设定我们相关的这些 多国语系的一些相关的设定 那这里的话呢 我们在这边可以去指定 我们的这个语系档的位置 所以他位置是在这个APP GlobalResource 这一个资料夹里面 他已经指定了 那这里的话呢 我们要去做一些相关的不同 阶层这些的应用 例如说我们如果要在我们的view 减事页面使用多个语系档 在这边就要注册这个程式嘛 那如果要在model里面 使用多个语系语言的话呢 那我们在这边就必须要加入这个 这样子的话才可以来套用 那下面这个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下面中还有一条设置 主要是设置 因为我们现在使用的是Router 这样子的一个路由规则的语系 所以我们在这边要多了一条 这个Router的规则 那这个是针对我们 现在目前看到的这样子 在网址 我们的这个主机后面呢 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语系 名称的网址 会带着这个上去 所以在这边我们做了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 的这个程式嘛 我们把它加在这个上面 好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了我们 第一个阶段在这个普归名 XS这边去做一些相关的 这个多国语系的 这个相关的主态设定 好那我们在这边基本上呢 我们其他还有一些 我们的文化资讯的一些集合呢 那我们是放在什么地方 那以往我们之前上个范例 我们介绍过这个多国语系 我们其实都是放在 普归名的XS程式档面 但是我们这一次的做法呢 比较不同的是 我们把它移出来 我们放在这个 这个MediaWay 这样的一个中介的程式 这个类别 所以我们在这边建立了一个 这个Culture 然后MediaWay 这样一个中介程式的类别档 我们把它打开之后呢 我们在这边去统一的去 把我们的相关 要管理这个语系的这些操作部分呢 我们在这个类别去做管理 那以往我们上个范例 我们是把这个东西 直接放在我们的这个 普归名这边来做 那这一次我们把它移出来 然后另外去做 那这个做法呢 基本上很多这个多国语系的范例呢 他们也是朝这种做法来做 那所以我们这边呢 就示范一个 另外一个不同的做法 好那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 那我们在这边就是 这边先给他设定一下 这个文化特性的一些 算是一个集合啦 应该他的list嘛 那可以在这边加入我们要 那个切换了这文化特性的部分 好那加入完之后呢 我们在下面这里的话呢 我们接下来就是要去 去设定这个相关文化特性 到使用哪一个provider OK 那所以这边我们就是做这个相关的选择 那这边前面这个程式码部分呢 这里基本上都是 就是基本我们之前就有设定过 就是他会按照 他预设语系的这样的一个切换方式 那我们在这边有说明 他有这几种取得语系跟设定语系的方式 例如说我们可以用这个 在网址列用query的方式呢 然后我们透过这个 那个网址的一个切换可以去做 那这次预设本来就是可以做的 就算你今天没有用cookie的方式的话 他这个query的方式 是一定可以做的 那另外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在cookie里面呢 可以去做相关的取得文化 这个语系的文化特性的资讯 然后我们也可以在浏览器的 透过这个标头的方式来取得 或者这几种 但是因为我们这一次他使用的是 lauter录游规则的方式 所以这三种就都不适用 所以我们在这边 额外使用这个lauter data request query的这样的provider 那这个 这个culture provider 那这个 是我们那时候有去安装 new get套件的这个东西 你要安装这个用 才可以使用这个功能 那我们在这边的话呢 就是透过这样的方式 好那这个设置的方式 各位可以依照这样的方式 设置完之后 然后最后我们在下面再加一个 就套用我们取得文化特性的 这样一个 语系的这样一个资讯 那用这一行程式呢 要把它加进去 好那这样就完成了这一个 这一个culture的这个media way 这样的一个类别 中介程式的设置 设置相关我们要管理语系的这些功能 好那这边完成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先来看一下controller 说会做什么事情 好我们在 home controller 里面打开之后呢 首先我们在这边我们必须要把 刚才的那个设定的media way 那个东西 我们把它放在我们的这个 controller 好在这个上面 那其实有点类似像那个 attribute class的方式 把它放在这边 它是一个属性 那下面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是把刚才 我们要操作这个 这个语系切换的这些物件呢 我们先做DI的注入 所以我们在这边继续注入 那我们其实注入的话呢 大家可以先看这一个 因为我们现在注入的是单一的 所以这边的话呢 其实只要 说这边有关系的 那下面这个是共用的 共用我们现在目前还没有讲到 所以我们先看一下单一的部分 那有了这个DI注册完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 我们刚才有回应的这个 index的view-send面 那我们在这边必须要return 这个view 然后我们用model 然后new 我们刚才所建立的这个model 这个指导模型 那这个的话就是为了 让我们在view-send面的话 可以去存取到这个model 里面我们有定义 一些property上面有定义 一些像那个display name的 这些 attribute的属性 所以我们在这边 要做这样的动作 那我们的view解释 那边才可以收得到 那所以我们再看一下 好这是我们model所定义的东西 那你可以发现他的display name 我们在这边直接 对照这个名称 他会直接去我们支援档 model的那个名字自己去找 然后再把内容值把它显示出来 好这是我们以前在设定标题 很常做的一件事情 好那下面这边 它有一个content的这个 一个方法 那这个方法的话 它其实就是 这边示范就是怎么样 在我们的controller里面的 action 捋到这个动作方法 或者是你自己制定的 这些其他的方法里面 可以去存取相关的这些 文化的语系的这些资讯 那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 来取得这个文化的这个名字 然后我们可以取得我们相关的这个语系 所对应到这个资源档里面的这个 相关的这个名称 那我们这边存取的是这个名字 所以它其实就对照到我们的这个 controller里面 OK 那假如说我们是中文 台湾的这个语系的话 它就会去找到这一个抬头 然后把后面的这个值把它取出来 所以这个它是这样的做法 好那这边的话 大家了解应该就可以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views 检视页面 那检视页面的话 我们来看这个 好那这里面的话 首先我们必须先引入我们要操作这个 多国语系 还有它的一个资源档 所用到的一些namespace 然后之后我们在DI去注入 OK我们这个多国语系 这个要操作这个物件 这是单一的 就是我们针对单一页面或单一的 这个物件所操作的这个多国语系 下面这个是共享的 那我们这边还用不到 我们先来看单一的 然后我们要 我们会atmodel 要宣告我们要操作的是这个 sample model 这个资料模型 在里面的Property 所以我们在这边必须要来做个 atmodel的选稿 那下面这边我们就有列举 就刚才各位看到的 首先可以用上面这个方式 把目前的文化特性的名称 把它 把它那个显示出来 那 这一个的话就是 对照到我们目前 取出我们目前的这个views 检视页面的这个 阶层位置的 然后他所对照到的这个 我们可以看到他目前对照到resource 是这一个 这个resource 那如果你没有那个 带入相关的语系的话 他就会把这边的这一个 抬头这个纸拿出来 那如果你有带入 不管是带入 日本语系还是美国语系 还是台湾语系的话 假如说我们今天带入是台湾语系 他就会把这个台湾语系 后面这个东西把它拿出来 OK 这个就是他的一个 这个操作方式 那下面我们还有去把 model里面的这个相关资料取出来 然后去把他的这个property 上面这个display name的这个标题的 透过他的这个属性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的话 他就去找model室下面的这一个 这个resource 然后会把content的这个内容 后面这个把它取出来 那不同语系 当然就是取不同语系 然后后面的这一个的内容值 那我们这边在views的这个里面 在views的解释页面里面 我们有两种方式 就是一个是html isplay name for这样的一个html 页面辅助方法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使用的是 html take help 所以我们用take help的方式 就是这样来去做 怎么样来显示的 那上面就是另外 刚才说明html help的方式 好 那下面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 day time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时间 文化 具有文化特性的时间把它显示出来 另外这个就是我们提供这些超连结的一个位置 好 那所以这边的话 我相信大家好 应该就可以很好了解 我们是这样的一个来操作的 那最后这个resource 这个怎么新增呢 我们这边来做一次 因为怕有人不知道怎么新增一个支援档 所以目录的话 我们可以按下右键 然后按加入 资料夹 新增资料夹 这个就不用示范了 那如果你是支援档 就按下新增项目 然后新增项目下面这边 有个叫支援档 那这个你自己名字再改一下 然后按新增 那这时候他就产生出一个支援档了 在这边你可以产生出来 然后这个名字跟值自己把它加进去 这样就可以了 好 这是支援档的那个 怎么样去产生的一个过程 好 那 最后我们来带大家看一下 因为我们目前的 语系搭配支援档切换的这个做法 基本上我们都是在 个别的身上 所以说你要按照他的阶层 去建立一个这么多 这样的一个阶层 那假如说你可以发现 如果我们的光view解释页面 这个他只是一页而已 如果你有index 1到9的话 那也不是这边要先建立 index1到9之外 你还要再去建立 他们每一个的 每一个的语系页面 那这个档案的数量就会很大 等于是这个就要乘以3 所以你到时候这边就一大堆档案 那如果怕 不想要这样子这么多档案的话 我们其实可以把它整合成一个档 像以前我们MVCU的时候 我们基本上 就会在同一个 resource的档案里面去做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使用下面这样一个方式 就是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叫做 shared resource 这样一个共享的支援档 那我们看一下共享支援档里面 基本上放个东西 名称也是一样 那因为我们是为了方便 不然其实共享支援档 你可能要最好是把上面阶层 也把它带进去的当名称 这样你比较 可以在这个共享支援档里面 你才可以分得出来到底谁是谁的 因为共享大家全部放在一块 不像之前那个阶层都分的非常的明显 好所以这是共享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看一下 这是带有语系的部分 好那共享支援档要怎么设置呢 我们接下来就要在 下面新增了一个shared resource 也带的程式档 然后我们加入这些东西 好那这个加入了之后呢 这边其实就是注册 我们注册一个共享的这个语系档 加一个DI 好那完成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要在那个 controller里面 我们看一下轰controller 好轰controller这边我们要把 刚才那个共享的那个语系档把它注册再上去 所以我们这边DI的话呢 这也要做一些相关的DI的设置 就是设置这一条 好跟设置后面的这一个 然后对照到的是这一个 OK好 他是对照这一个 那我们在controller里面呢就可以去 存取我们共享的 所以就是这个 就是我们共享的这一个 这个共享支援里面这个语系档的部分 他就会去这边去把 他的这个把它取出来 OK那这个的话呢 是针对controller的部分 所以我们在这边就可以 在controller这一个 看一下这语系档这个呢 就可以来取得 那 没有应该是在这边啦 OK我们共享这是共享的 所以是这一个才对 好因为他已经没有在分了嘛 所以我们在这边就全部都丢在这边 所以这个名字你自己就要区分了 因为名字他只能够为1 所以你这边你自己 可能前面要加一些 看阶层的方式啊 很多人我们可能会加之前 他就是把这个阶层名次 把它加在这个上面 这样才有办法区分 因为他全部都整合在一块 所以这个共享的话呢 要稍微注意一下 但是这个这是我们去存取的方式啊 在controller里面 可以看一下 是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那在MU上面呢 MU-C面这边去读取共享的话呢 我们必须要在这边用DI的方式 先注入OK 要存取的这个物件 那上面这个是个别的 个别DI的 那注入这个单个别的这样支援的 语系档的切换 那这个的话就是DI注入我们共享 与系档这样一个切换的物件 那下面这里的话呢 我们就是把用这个方式 去取得共享 这样一个支援 档里面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名字 Title 那就是在边看你是切哪一个 假如说以这个来讲的话 他就会抓到这个后面的这个值 好这样子做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MU-C面会做的事情 那这个 刚才这个共享的这个部分呢 我相信大家应该很好理解 那这边好像 这边好像没有做其他的设置 这个 这边就没有做其他设置了 好 那应该大致上的内容 我们应该都给大家看过了 OK 这个应该都看了 来Model 10这个也应该看了 好 那这个 好 这样子 好 那以上就是我们针对ASP单内的CodeBC 使用 LauterCulture 这个Provider 路由网址 多国语系网站的一个介绍 那我是威斯理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